日前,德国驻华大使富荣在上海参加2023德中经济峰会期间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 探讨了德中两国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交往 富荣表示,他很高兴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据悉,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据统计,两国2022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276.3亿美元 目前,超过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 直接支持约110万个就业岗位 现在,中国专业,我会说 你已经经历了很高兴的经济发展 你已经把很多人脅迹出了准备的危险 因此,这是一个很高兴的成功 我感到,我真的很开心说,我们的交代相关的照片中 对中五十年间的交友关系都运作到 对中国的会提到的 当然,这个交友关系的领域 更加关系的创建核入业国企业 富荣表示,德中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开放的全球环境 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 近期中国在多个场合 发出坚定扩大开放的明确信息 富荣对此表示欢迎 总是在国主席之后 准备是不正方法的一方法 我们想要保持一个公平的空间 全我们的公司 也要制作为社会社会的国际系统 对我们的措施多数十分之处 一重的重要性是 重视力和保持我们的经济 富蓉认为教育领域的交流 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理解 他希望能在专制经济合作基础上 两国之间有更多的人文交流 我深厉害充满地建设计的目标 一种目标是教育 和高质性教育 我认为教育 我认为教育领域的目标 不仅是一位学生 但也在学生中的学生 和分析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这个交流 专业的研究研究 专业的研究研究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年轻人 你学习和生活在一个国家 中国...中国的国家 中国的博物或英文在中国 你永迟会不会忘掉 所以你会有更深深的解釀 ifier于其他教育 两个语言 虽然会导致我们 我们继续续工作 与我们继续修的社会